接下來我們就要做那個台灣會碰到的最複雜的題目 最複雜滑輪組然後泡在水裡面 他說有個200立方公分的物體放在水中 然後有個這個滑輪組施力400克用的時候會平衡 請問你物體的密度是多少 密度 你這裡施力400克表示滑輪組整個往下拉的力量就是800 往上拉的力量也是800因為一半嘛對不對 所以兩根神一人400所以合起來是800 所以呢合800 就表示這個雖然比他要向下的力量也就是800 但是這800是這麼來的重量要扣掉浮力 重量要扣掉浮力是他整個往下壓的力量 好 往下拉的力量叫做800 物重不曉得然後浮力也不曉得要算 所以呢重量就是體積乘密度嘛 以前學過嘛應該是質量 不過因為質量跟重量的數字一樣 我們當作直接拿來帶就可以了 好 然後呢 浮力就是排開一體的體積乘一體的密度嘛 OK 所以咧 我們就800 我們就800就是物體的體積乘一體的密度 好 體積是200 都泡在水裡面所以排開也是200 所以排開也是200 所以水的密度是1 然後它就是1項 答案就選B 答案就選B 這就是做法 OK嗎 下一題差不多 下一題基本上是一樣的 也是問東西的密度 所以算式基本上也是一樣的 只是你帶的數字不一樣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比較好的地方 他說你排開的義重是80 這就要什麼意思啊 這就要什麼意思啊 這要什麼意思啊 知道啊 就是福利是多少 90 80 可是你沒有體積啊 體積怎麼辦 就回答看看福利怎麼算的方式 那密度0.8 它不是水喔 它的密度是0.8 好 所以跟它有點不一樣喔 然後呢 請問你這東西的密度是多少咧 這玩意的密度是多少 好 這玩意的密度是多少 真的嗎 好 來 基本上的做法跟剛才一樣 但是呢 這題是已經等於是有告訴你福利 但是沒有告訴你體積 你要去從福利的方法去算出它的體積 福利就是 排開一體的體積乘一體的密度 然後在其他的就跟前面差不多了 你就可以算出來了 OK 好 請問 4.8 停車戰界混 4.8 停車戰界混 幫我再說 31號 多少 你選C 一樣 施力200 滑輪組整個向上力量是400 這個400就要抵掉它往下的拉力 往下的拉力就是重量扣掉我的福利 重量就是體積乘以密度 福利就是排開一體的體積乘一體的密度 這題的福利是80 因為福利一定是排開的 福利一定是排開的義重 所以就算出來 液面下的體積 也就是物體的體積就是100 也就是100 所以 帶回去 好 體積100 所以呢 400就等於100 乘以密度D 減掉福利80 然後移向一下 答案就是4.8 答案就是C OK 下一題 也泡在水裡面 但是呢 他是要問施力 他是要施力 如果你算出左邊的力量 整個往下是500 施力多少就好了 250 一半就好了 那你左邊整個往下是什麼 往下的重量扣掉 福利 所以你需要去知道重量 你還是需要知道福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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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體積有密度 你能算重量嗎 你能夠算福利嗎 扣掉完之後 假如算出來的答案講 你答算出來的答案是500 表示4.9就是多少 250 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做法 很簡單 好 但是這已經是台灣最難的題目了 這已經是台灣會考的最難的題目 泡在水裡面 要計算福利 要計算福利 OK 請問 這題的答案應該是多少咧 這題的答案應該是多大咧 C 29 29 29 200 29誰 我 B 你答多少 B B 200 請坐 好 好 施力F的向上力是2F 2F 3F就是抵抗下壓力 下壓力就是重量減福利 好 重量就體積成密度 鼓勵就是 液面下體積乘液體密度 體積有了100 密度 物體密度也有了3 所以 物體體積乘物體密度 100乘3 減掉液面下體 100乘體密度是1 然後等於2F 你的200是這個200 你減完之後200 你剛剛跟你講過你算算500 答案是250啊 剛剛跟你講過了 你算算500 答案是250啊 所以我們答案呢 選擇的是100 這就是我們有加上泡在水裡面的 滑輪的題目 雖然泡在水裡面是考慮一下福利的問題而已 解題還是一樣 勢力是全部往下力量的一半而已 就這樣子解決就可以了 OK嗎 OK 很好